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会先带您来了解这一周的国际焦点 中美贸易战战火在起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调高2000亿美元 大陆进口商品的关税 根据外电媒体的报道说 川普变脸的原因 是因为北京大改了150页的贸易协议 而在大陆方面则是发表了声明说 如果美国调高关税 中方也会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而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 这对于美中台三边关系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的话题面对面 但愿我们就会带您一起来深度讨论 整体事件的发展 我们同时也特别邀请到了政治大学 国关中心的研究员 严正生老师来我们做剖析 而首先今天节目一开始 带您一起来关心本周的国际大使 中美贸易谈判本周登场 不过就在谈判前夕 美国总统川普却突然的在推特上宣布 从10号开始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大陆进口商品 从10%的关税调升到了25% 引发了全球股市哀鸿片眼 而现在就有媒体曝光说 川普他抱走的原因疑似是因为中国大陆 在某些事项上又反悔 才会让川普忍无可忍 中美贸易战好不容易露曙光 没想到一系间被一则推文再次打乱局面 美国总统川普在贸易谈判前夕 在推特抛出震撼弹 除了提高对2000亿美元的大陆进口商品关税外 川普还同时威胁 他很快将对价值3251美元 尚未被课征关税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 消息溢出全球股市惨兮兮 陆股港股美股全都硬生倒地 亚洲股市线路黑色星期一 社群网站上都是股民的哀嚎声浪 中美贸易战因为川普屠如其来的决定 在先波澜 连股神巴菲特也形容 这简直是核子威胁 最终将伤害全球经济 而根据外媒报道 川普放话要加征关税 美方把责任归咎于中方出尔反尔 因为中方原本承诺将针对强制技术 转移修改相关法令 但上周突然改口不同意修改 让川普相当火大 美方威胁对中方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对类似的情况以前已经多次出现过了 中方的立场态度一直非常明确 美方对此也非常清楚 川普态度大转弯想对大陆施加压力 不过大陆当局倒是老神在在 本周依然按照计划前往美国进行最后一轮谈判 中美贸易战最后会走向什么结局 就看这次的谈判结果 记者综合报道 相隔了17个月 北韩再度出现了挑衅的动作 根据北韩官方的媒体 公布了平壤当局 在4号进行了多管火箭发射器 和战术导向武器的打击演习 但是经过了美国和南韩的分析 研判这是一枚短程飞弹 而这次的试射正是处于无核化谈判僵局之际 挑衅的演习也引起了国际之间高度关注 但是被北韩点名 不能够再参与谈判的美国国务卿 庞佩欧则是表示 美方依旧有意跟北韩进行磋商 朝鲜半岛的情势再度拉紧爆了吗 自川金二会破局以来 北韩当局再度出现挑衅动作 北韩这次的试射并非一开始国际猜测的短程导弹 而是长程多管火箭发射器 以及战术导向武器 这项演练是为了评估 北韩军方在前线作战时的操作能力跟精准度 而这次的演习 金正恩也亲自视察 但经过美国跟南韩的解析 北韩宣称的战术导向武器 应该就是短程飞弹 还被推测是俄罗斯伊斯坎德飞弹的改良型 北韩这次的演习也是 即2017年11月发射长程洲际弹道飞弹以来 首次试射弹道飞弹 这不到违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更是挑战川普在核子谈判中的底线 北韩这次的演习被国际分析 对美国示威施压的意味浓厚 而且金正恩或许已经开始运用 试探底线的策略 观察川普的反应 而川普事后 竟然在推特发文护航金正恩 就算北韩展开新一轮的试射 川普还是力挺到底 而被北韩点名不能再参与谈判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欧 也乐观地看待美国跟北韩的核谈判 二月的川金二会以失败收场 是要让美国跟北韩的无核化谈判 原地踏步 虽然美国想重回谈判桌 好好的再商量一番 但美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 如果没有松绑的打算 对金正恩来说 恐怕是诚意不足 特别是金正恩才刚访问 美国的强敌俄罗斯总统普丁 另寻支持的意味浓厚 北韩这次再打出试射策略 不仅让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再度升温 也告诉川普 他们的火力依旧十足 记者综合报道 局势始终紧绷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了自从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冲突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从4号开始朝以色列境内发射了600枚的火箭 引发了以色列军方空袭报复 至少造成了将近30人丧命 其中包括了孕妇和婴儿 而目前双方经由埃及调停之后 达成了停火协议 同意停止敌对行动 但是这项协议能够持续多久 双方都没有给答案 轰隆一声巨响 整栋箭逐变成火球 瞬间崩塌 警告飞弹袭来 民众一个个仓皇逃命 就连土耳其在加萨走廊的国家通讯社办公室都难以倖免 震动被炸个粉碎变成一片废墟 冲突几十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血型冲突 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一共朝以色列境内发射超过600枚火箭 引发以色列派出战斗机和坦克进行反击 双方都有平民伤亡 其中还包括孕妇和婴儿 而民宅回损也挑起了民众的情绪 我们都很喜欢我们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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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袭警报从白天到夜晚响个不停 更据外媒报导 这波冲突的导火线发生在当地时间三号上午 以色列军方指控 当时巴勒斯坦人在以巴边境举行示威 其中一名枪手在抗议时 开枪射杀两名以国士兵 随后以色列展开空袭报复 之后双方冲突越演越烈 一向在领土和主权维护上 采取极强硬手段的以色列 多年来对于加萨走廊的限制 和各种歧视政策 都让巴勒斯坦民众深感不满 尽管上个月埃及曾介入调停 成功达成停火协议 但双方依旧爆发冲突 外界分析主要原因是 以色列曾同意放宽 对加萨走廊居民的限制 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认为以色列没有遵守承诺 因此发射火箭抗议 让紧张情绪再次升级 双方停火协议定了又死 死了又牵 似乎不再有任何公信力 加上美国川普政府 100%力挺以色列的立场 以及巴勒斯坦激进派的强硬动作 都让以巴冲突再次成为国际间关注的焦点 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带您来看到俄罗斯所发生的空难事故 俄罗斯航空一架喷射客机 才刚刚起飞30分钟 就因为技术的因素紧急的返航 并且在落地的时候起火燃烧 这场空难总共造成41个人丧生在火海 这是俄罗斯航空11年以来 死伤最惨重的一次空难 而且之所以会造成那么严重的惨剧 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许多人为为了要抢下 拿下自己的行李 下机拖延之后 后面乘客的逃生时间 跑道上出现熊熊烈焰的黑烟 分不清到底是飞机还是火球 俄罗斯航空一架苏凯超级喷射100型客机 发生致命空难 我们现在开始了解消息 和热烈的热烈烈烈 这是一个航空航 刚刚从美国的主航空间 航空调整个危险 这架出世的客机 载有73名乘客和5名机组员 飞机才刚起飞半小时 就发生异常状况 只好紧急返航莫斯科 搬机起飞后 疑似是遭到雷击 才造成电子系统严重故障 而根据监视器画面显示 飞机在迫降之后 似乎是无法控制速度 机长原本打算拉高机头准备重飞 但还是失败 机腹直接重重落地 不止左引擎爆炸失火 整台飞机也马上冒出烈焰更浓烟 虽然飞机内部没有马上起火 但是机腹着地后造成燃料外泄 飞机后半部直接陷入火海 机上乘客透过窗户募集后 更是急着只想逃命 但离谱的是 当时有很多人还想拖着行李一起下飞机 导致后方乘客的逃生时间被压缩 也成为死伤惨重的原因之一 这起空难造成41人死亡 更是俄罗斯航空集团 在2008年北方航空空难后 近11年来最严重的空难事故 目前俄罗斯航空公司 共有50架苏凯超级喷射机 而且在这起空难前 外界就已经质疑这款飞机的安全性 因为制造商苏凯近年来丑闻不断 还传出有工程师被发现 集体伪造文凭 这也让外界更加担心 二航的飞航安全 记者综合报导 在被关押服刑500多天之后 有两名路透社的记者 总算是获得了缅甸政府的特赦 重获自由 这两名路透社的记者 就是因为报导了缅甸军队屠杀罗兴亚村民 而遭受到了警方社局诱捕 并且指控他们窃到了官方文件 缅甸的法院在2018年9月份 重判两个人七年的有期徒刑 而做了咽喻500多天之后 两人总算是获得缅甸总统特赦 重获自由 满脸为肖像众人挥手 路透社缅甸籍记者瓦龙与乔索欧 总算结束500多天的牢房生活 重获自由 这次适逢缅甸的新年特赦 缅甸总统温敏在传统新年第一天之后 也就是4月17号开始释放超过9000名的囚犯 而其实一开始因为窃取国家机密 被判刑7年的两位路透社记者 并没有出现在新年大赦名单上 直到5月7号才收到特赦令 结束牢狱之灾 我真的很感激烈 看到我的家庭和学生 我还没期待到去报告 而在他们被关押的期间 路透社也高调报导 两名记者愿意的故事 这起事件也得到国际团体 跟人权组织的关注 瓦龙跟乔索欧 不仅登上2018年时代杂志的年度风雨人物 2019年的普利兹新闻奖中 路透社缅甸分布也获得国际报道奖 而瓦龙跟乔索欧之所以会陷入牢狱之灾 主要是因为他们揭穿缅甸军警在2017年9月 屠杀10名洛新亚人 但报道还没曝光 两人就被警察给社局诱捕 而他们当下来到了云顺华的领导 云云有决定 然后他们有来说 要在乌 Scar合局 我有一个很道理器 只是一个公司的地底底底底下 你们有来说 这是有请的 也有信念 Yangon and shared the information with the reporters showing the massacre of these young men, Rohingya men. They brought this back to Yangon, and of course Reuters was going to do a report on it. But the police and the military knew that they had picked it up. So they... 判決出爐後包括聯合國、歐盟、美英等國家以及人權團體等組織都譴責緬甸政府 對記者設局企圖掩蓋大屠殺的真相 而且兩名記者還長期在監獄裡遭到逼供 連各界的幫忙都受到層層阻礙 這正在傳譯給米安馬的報告 如果你跌倒軍 如果你跌倒政府 他們可以讓你生命的死 這真正有趣的事情是 這兩位報告員現在在監獄更長時間 比武漢兵員殺了10個羅興奸 路透社記者遭判刑聲文緬甸國務資證 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翁山蘇姬也遭到各界質疑 因為翁山蘇姬過去不僅沒有阻止緬甸軍方屠殺難民 面對記者被捕事件更沉默以對 這些都引發國際反感 不僅美國撤銷人權獎 加拿大跟國際特赦組織也收回 榮譽公民跟榮譽大使的獎項 還有許多學者也質疑 翁山蘇姬正在用國家秘密法 牽制緬甸的言論自由 雖然兩名記者不再是接下囚 但緬甸的言論自由似乎還是被關在牢籠中 時時刻刻被政府監視 而且當局放任暴行的行為 更彰顯了緬甸的人權狀況有多糟糕 記者綜合報導 東南亞國家問來從上個月開始 實施了相當嚴厲的伊斯蘭刑法 針對同性性行為以及通姦等情勢 最高可處以鞭刑以及亂石砸死的這個刑罰 一出之後就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 也因為全球反彈的聲浪 問來的蘇丹就在5日發表了電視演說 宣布要暫緩伊斯蘭刑法中有關死刑的部分 我認為在上個月起依據伊斯蘭教法所制定的新刑法 針對同性性行為以及通姦等情勢 最高處以鞭刑或是實行處死 而這項消息一出也立刻引發全球強烈批評 文萊在2014年起就引入較嚴格的伊斯蘭法 作為新的法律體系 而且還同時採用普通法成為雙軌制國家 在2014年先實施第一階段 而在上個月又再實施第二階段新刑法 但新刑法實在太過殘忍 不僅引發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公開譴責問來 喬治克隆尼 艾爾頓強等知名演藝人員 更發起抵制活動 除了國際譴責外 許多名人跟團體也開始抵制 未來蘇丹擁有的豪華飯店 更有許多民眾直接在飯店外抗議 而面對各方壓力 問來蘇丹 哈山納 包奇亞 首度以公開電視演說的方式表態 暫緩實施這項命令 因此 作為例 作為例 在兩年 我們的國家還會 擁有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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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公司法案 有些法案 有些法案 會被擁有 在內 的公司法案 雖然問來 目前已經暫緩實施 但人權團體還是擔心 暫緩法令 無法改變什麼 這項法律中 傷害人權的部分 還是沒有消失 而且一旦風波平息之後 未來恐怕又會再重啟 這項殘酷的疾行 記者綜合報導 塑膠垃圾是僅次於 氣候變遷的全球災難 全世界已經有超過六十個國家 宣布禁用塑膠袋 而除了塑膠袋 其他的塑膠製品 也成為許多國家淘汰的重點目標 為了要推動減塑政策 美國加州政府 我正在計劃禁止飯店 提供一次性使用的灌洗用品給客人 像是沐浴乳或者是洗髮精等等 如果說法案順利通過的話 最快會在二千零二十三年 就會開始實施 加州政府限速政策又祭出新招 這次目標是飯店裡常見的 小瓶裝灌洗用品 加利福尼亞近來禁止 那些小瓶罐的霜霜 你會在酒店裡 像是沐浴乳或洗髮精等 都是飯店裡的常見備品 但他們通常只被使用一次 就會被當作垃圾丟掉 因此加州政計劃禁止飯店 或其他住宿單位 提供一次性使用的塑膠品給客人 若法案順利通過 最快二零二三年一月正式生效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肚子嗎 這是蟲 先前保育人員從海龜的鼻子 拉出一條長長的塑膠吸管 這個畫面讓許多人好不忍心 由於塑膠不能生物分解 因此無法輕易再利用 而大型塑膠雖然會隨著時間 分解為塑膠微粒 但本身釋放的分夾丸可能致癌 塑膠微粒也可能進入食物 使人類更容易離病 其實加州政府一向是 美國環保議題的領頭羊 2019年1月時 就成為全美第一個限制 提供塑膠吸管的城市 廣受民眾支持 而其他地方像是紐約州 也緊追在後 預計明年將禁止提供一次性的塑膠袋 不過紐約居民未來購物要使用環保袋 外界對此卻看法不一 因為顧客人可將生菜貨肉類食品 放落塑膠袋包裝 受影響的只是在結帳時 無法選擇塑膠購物袋 並不代表塑膠袋全面退出零售商店 他們會帶來自己的帳戶 他們會買到我們給他們的帳戶 最多人喜歡買塑膠袋 有一個60%和40%的分別 有60%的帳戶費 會到國內的帳戶 還有40%會留在市場 幫助購物的帳戶 和搭配塑膠袋 和塑膠袋 不只禁用塑膠袋 紐約政府規劃未來紙袋 也要付費 就是要鼓勵民眾捨棄一次性的袋子 使用可回收和重複利用的購物袋 不過塑膠垃圾污染 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幾首議題 除了仰賴政府發起的相關活動外 每一個人也應該負起責任 為環境寄一份心力 記者綜合報導 好的 今天的英文關鍵字 待會我們帶您來看到的是 美國總統川普 在美國人的眼中 似乎還是做得不錯的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報導說 最新的民調就顯示 川普在經濟方面的支持率創下了新高 CNN的標題就是這樣寫到 Trump's approval rating hits a new high 所謂approval rating的意思就是 支持率它的支持度 那麼這句整個標題就是 川普的支持率創下新高 CNN的民調顯示有高達 百分之五十六的美國人 對於川普在經濟方面的處理 表示滿意 即使那些不喜歡他的人 也有百分之二十是贊同川普 在經濟上面的表現 而在這份民調公佈之前 美國經濟第一季的增長速度 是遠高於預期的 因此川普在經濟方面的表現 也將會成為 他明年大選時候的賣點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的英文關鍵字單元